6月 韩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2.7% 时隔21个月涨幅回落到3%以下 这主要受到了石油类产品价格大幅下滑 服务项目价格涨幅略微放缓的影响 据统计厅发布的数据 6月 消费者物价同比上涨2.7% 这是自2021年9月以来 消费者物价涨幅时隔21个月回落至3%以下 消费者物价3月上涨4.2% 4月和5月分别上涨3.7%和3.3% 6月下滑至3%以下 物价涨幅收窄主要受到了国际油价下滑的影响 汽油和柴油等石油类价格同比下滑25.4% 创1985年相关统计实施以来的最大降幅 物价上涨率下滑0.6个百分点 降幅的75%是来自于石油类价格下滑的影响 此外 服务价格上涨率为3.3% 涨幅较前一个月收窄0.4个百分点 其中 外出用餐费上涨6.3% 为16个月以来的最小涨幅 韩国央行预计 截至本月 消费者物价涨幅将持续放缓 随后再次回升 年底将在3%左右浮动 央行还分析指出 物价仍然面对着国际油价变化 国内外经济走势 公共失业费上调等较大的不确定因素